大家好,想过生物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吗? 从修复受损组织到治愈曾经的不治之症, 生物科技正在我们眼前引领未来。 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2024年最令人兴奋的生物科技趋势吧。 首先我们来谈谈CRISPR。 这种基因编辑技术锋利全球, 它能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修改DNA。 想象一下,能够在孩子出生前就纠正遗传疾病, 甚至有可能从基因库中彻底消灭囊性鲜化或肌肉萎缩症等疾病。 接下来是合成生物学。 这不仅仅是研究生命,更是创造生命。 科学家们正在设计可以生产各种产品的生物体, 从生物燃料到药物,其效率和可持续性都比以往更高。 这会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关键吗? 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也在崛起。 想象一下,用你自己的细胞在实验室里培育器官, 这可能意味着器官捐赠短缺的结束和个性化医疗的开始。 这不是科幻小说,而是未来。 最后,我们不要忽视人工智能在生物科技中的作用。 人工智能通过预测药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, 正在加速药物研发, 这意味着更快的开发时间和更有效的药物, 且副作用更少。 这些进步只是冰山一角。 随着我们继续揭开分子水平的生命奥秘, 谁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可能性? 敬请期待,因为生物科技的未来充满了潜力。 感谢您与我一起探索最前沿的生物科技趋势。 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这个视频, 并在评论中告诉我, 哪种生物科技趋势最让你兴奋。 下次再见,让我们继续展望未来,不断创新。